第二集 一哥 从视频里看 这起纵火案发生的时候 这个宿舍门是锁着的 是啊 所以嫌疑人进不到这个房间里 于是他在走廊把汽油倒进了宿舍里 这也就意味着他看不到起火的情况了 是啊 他虽然看不到现场起火的情况 但是他一定会听到受害人的惨叫声 所以他会在确认得手后 迅速离开现场 避免被人发现 这可不一定之想 这种宿火犯从某种意义上讲 都可能会是一种变态罪犯 他很有可能就在门外 一直感受着宿舍里面着火的情景 一直感受着那种燃烧的力量的感觉 那 那他应该看着起火的场景 才能感受到兴奋呢 为什么要在看不到的宿舍里纵火呢 别究竟这个事了 我们去艾组长那边看看吧 那个保安李大利 会给我们很多有用的线索 队长你们看这个 这个罪犯在纵火前都会把附近的水闸关掉 之前的两起纵火 他都是用这种自动点火装置来点燃现场的 最后一起纵火 我们却没有发现现场有这种装置啊 最后一起纵火案 应该是他用手直接点燃的 他一定很享受着 受害人被烧死的感觉 不一定吧老大 如果他的目标就是被烧死的那个学生 那为什么一开始他要在学校里别的地方纵火呢 这个纵火的动机很好解释 纵火犯在纵火的过程中会享受破坏性带来的刺激感 以及掩藏性的兴奋感 还有报复性的快感 警官 受害学生一直在学校里人员很好的 我们基本排除了报复的可能 那可能就是他享受破坏感的刺激 我觉得不仅仅是破坏这么简单 最后这一次纵火明显是犯罪嫌疑人精心策划好的 我觉得他是在进行一种炫耀和挑战 他很可能并没有把受害的学生当个人来看 那他把受害人当做什么来看的呢 我想 还是把受害人当做一枚棋子来看的 如果我想要在宿舍放拔火 我会先从哪里开始呢 在 地下室 那样的话就很容易把火引到楼上 那为什么我要在三楼开始放火呢 因为这个不是我真正想要放火的地方 放火的时候 我是先用定时器引发的电路火花 之后用火花点燃了容器中的化学依然物 这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说明 我有可能是一名学校里化学系的学生呢 我会不会也有可能是一名化学系的教授呢 不对 如果我是一名化学系教授的话 我可能经常要面对几十个学生给他们讲课 而这种纵火犯 通常都是一些社会的边缘人士 有可能 有可能 我都没谈过恋爱 而且没有什么朋友 我可能很讨厌在人群中的感觉 那么我 很有可能是个精神病啊 就在陆毅 还在进行犯罪现场 模拟重演的时候 爱红旗忽然感觉到了 一丝丝的紧张和异样 六个兄弟 只身火海的场景 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他猛地站起了身 冲到了大厅里的消防警灵前 用力地按了下去 火警警报声 瞬间响起了 大家快离开这里 这是什么事啊 主角 所有人快离开这里 快快快 快 那个纵火犯 很有可能在附近看着 雪儿 赶紧进入他现场 肯定有可能会找到那个纵火犯 好的 我知道了 杨茜茜茜茜茜 grocer 惨茜茜нов 冲 权幅 今天的大火 烧死了一个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 宋主任 对此我们身比较遗憾 我们一定会找出那个凶手的 老大 警区来人了 他们正在和保安询问 起火石大楼里的每一个嫌疑人 好的 宋主任 疏散完整个学校的人员 需要多久时间呢 我们学校 大概有一万多学生和老师 疏散起来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 外组长 疏散人员可能会带来个问题 你是说疏散人员 很可能会加快 犯罪嫌疑人方案的速度吧 他可能还会继续纵火 是的 现在这个纵火方案 已经陷入自己的世界中了 我担心疏散人员会刺激他继续犯了 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 老大 今天在现场我拍摄的照片都已经整理出来了 放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看看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好 老大 这些人都是表情害怕 恐惧 有些慌乱 暂时还看不出哪个人很特别啊 一哥 你在这里来个犯罪现场的重演好吗 我试一试 这个学校里有一万多名学生 哪一个会是我们要找的人呢 这个人对火焰一定极为痴迷 纵火是谋杀的三种常见方式之一 我应该是个成年人 因为纵火是我这种变态犯罪的早期预长 我童年的时候可能有三种行为影响了我 纵火 尿床 虐待动物 可能还有时常打骂我的父亲 我很可能与异性交往困难 我可能很自卑 在这些影响的发展下 我迷恋起了纵火 因为纵火会让我得到性的满足 和权力的拥有 不止是这样 他还是一个高智商的罪犯 今天他犯案的手法 是先把受害老师办公室里的灯泡 扎了一个孔 在灯泡里面放入了一些易燃物 之后 又把一些易燃物放到了受害老师的办公室 那个老师回到办公室里一开灯 火灾就这样发生 而且 他放入办公室的易燃物 都是一些在网上就可以买到的简单的物品 那里都有什么 那里有假 硫磺 和普通的白糖 普通的白糖 吃的白糖 是的 就是从超市里能买得到的那种白糖 只要把这些物质混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爆炸的可能 我觉得 这个人很有可能 是学校里化学系的学生 对了老大 今天警局的人告诉我 他们接到了个报案电话 说是一个叫晶晶的女孩放的火 晶晶 雪儿 你马上连线大美 让她查查这个提供线索的是个什么人 是 你好 雪宝宝 这里是804特别调查组天才办公室的赵大美 你有什么事情啊 大美 老大问你能查到今天打到凤凰城警局的报警电话吗 当然没问题了 等着我给你查 好嘞 你最厉害了 那是 好了 雪宝宝 查到了 电话有录音的 你们听听吗 当然了 快放出来给我们听听 嗯 好的 你好 凤凰城警局吗 爱德华大学纵火案的纵火人是金铁 大美你再放一遍 嗯 你好 凤凰城警局吗 爱德华大学纵火案的纵火人是金铁 老大 我查到了 这个电话 是今天从受害人老师隔壁的办公室打过来的 就在火灾前的五分钟 再放一遍 爱德华大学纵火案的纵火人是金铁 再来一遍 大声点 爱德华大学纵火案的纵火人是金铁 你听懂什么了 我不太确定啊 我总觉得 是哪里不对 大美啊 你能不能把声音处理一下 尽量把背景的声音放大一点 哎呀老大 无所不能的赵大美 不是一个魔术师啊 大美做不到啊 好吧 马上去学校查这个叫金铁的女孩 警官 我们查了一下 我们学校里叫金铁的女孩大概有三十三个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名字会有这么多人 哎 无巧不成说啊 看来这个金铁很有名气啊 宋主任 那就麻烦您把他们都找来吧 我们需要做个调查 好的 我这就去安排 雪儿 这已经是第七个金铁了 可是我们根本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啊 我觉得查这个线索没什么作用 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改成 你最近是否和一个纵火犯约会过 怎么样 陆帅哥你总是不信任老大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说为什么老大就会判断出 摘破尔杀手会是一个口吃呢 我不知道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尴尬的情况会使口吃加重 当他很慌乱的时候 要控制面部肌肉就更难了 雪儿你的口气越来越像志强了呀 可不止你这么说过呦 看来你是做足了功课呀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凶手会是个口吃 算了 我们还是继续询问金铁吧 第八个金铁 请进